这期继续讲少年第42篇 听我这么问 方智并没有急于回答 他只是靠在椅背上 眯眼欣赏着许诚和美丽的景色 手摸着下巴上的胡茶说 有点饿了 要不咱们先吃饭吧 他之所以这样说 后来我才明白 如果他提前告诉我不走 这饭就吃不下去了 合冰点了一大锅麻辣鱼 还有一桌子的饭菜 因为接下来要谈事 我们也没有喝酒 方智他们吃得很香 莲夸许诚是个风水宝地 不仅鱼肉嫩 而且酱牛肉更是一绝 那顿饭吃得无比舒畅 因为没了压力 少了烦心的事 人的胃口也会大开 快吃完的时候 方智这才端着茶杯 握在手里旋转着说 我从云飞那个小师弟口中 又套出来一些信息 当然 都是关于秦东个人的隐私 什么隐私 我赶紧抬头问 秦东那人不仅心眼小 而且很好色 其烈焰的本事 那更是一绝 方智抿了口茶水说 这 真的假的 秦东在差劲 按照我以往对他的了解 应该还不至于这样吧 和冰皱着眉 有些难以置信道 我则开口说 这个社会 谁不是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 你曾经跟秦东 也大都是工作上的接触 他总不能在公司里 对漂亮员工动手动脚吧 再说了 那时还是你老板的势力掌权 他怎么可能敢胡作非为 方智微微点头说 秦东很贼 事都是 他找人去办 喜欢包养大学生 更喜欢美女 所以这个人 你别看表面衣冠楚楚 被地里塞着呢 我猜 要不是有人保着和冰 估计他早就下手了 这我非常认同 当初和冰 可是尚德老板的亲信 嫡系成员 秦东要敢对和冰下手 除非他活腻了 再加上他们秦家 一心隐忍着 想夺取大位 所以他绝不敢对和冰出手 秦东的性格分析完以后 方智就给我们 部署了第一步的计划 只是这个计划听完以后 我心都凉了半截 智哥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非得这样才行 我皱眉望着他问 这个办法 是最快速有效的 你若想以小博大 就得承担风险 当然了 如果事情安排妥当 这个风险完全可以避免 而这恰恰 也是秦东的软肋 只要咱们按计划实施 他八成会上钩 方智望着我 信心满满地说 可我却犯了难 然后转头看向和冰 他的脸色也不太好 犹豫了好半上才说 如今向阳 是彻底把秦东得罪了 就以他的性格 肯定会暗地里报复的 所以 智哥做得对 必须得先对付他 我抬手掐着眉心 眼睛左右转动 最后 我还是犹豫到 智哥 先让我考虑一下吧 即便要办 那也必须万无一失才行 好 这事就先这么定下 只要这一步走通 往下的事情 必将一马平穿 他站起身 抬手又拍了拍我肩膀 说今天的鱼不错 谢谢招待 说完 方智就带着秘书走了 可我却纠结得难以呼吸 难道在商业战场上 必须要这么险中求胜吗 就必须要让自己 最亲爱的人冒险吗 那晚回到厂里 我坐在宿舍楼下的草坪上 抽了不少烟 何冰从宿舍楼里走出来 还给我拿了件大衣 披在我身上说 外面怪冷的 咱们回屋吧 你烟也少抽点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望着何冰俏丽的模样 想着他为了帮我 而不惜以身犯险 突然一股冲动涌上心头 我说 冰儿 咱们领证吧 我说的是结婚证 这件事 万一出了问题 结婚证就是我给你的保证 不管结果如何 我娶你 我也爱你 他一下子就被我说愣了 张着嘴吃惊道 你 你干嘛哦 没你想得那么严重 我绝对会把控好分寸的 不行 我必须要娶你 我要成为你老公 冰儿 我不能再失去了 哪怕有万分之一的风险 我都不想让你去做 但你若决心这样 我就先把你娶了 咱们明天领证 我还有不少积蓄 咱们也在许城 买套大房子住 你 你来真的呀 他脸上的吃惊 瞬间化为了惊喜 真的 没有任何时候 比现在更坚定 如果说这世上 还有我输不起的 那就是你 我坚定地望着他说 我之前就给过和冰承诺 等到了年底 厂子彻底翻了身 赚了钱 我就娶他 而现在 我们明显已经渡过了难关 所以 年底也好 年初也罢 我这辈子认定了他 早晚都得领证 那我何不早点 把这份婚姻确定下来呢 至于我们两家的那个隔阂 和冰这些年 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乃至于现在 他都还拼了命地帮我 我又怎能再跟他去计较 那些父辈间的事呢 第二天一早 和冰都开心死了 他六点多 就起床开始化妆 我比他还要开心 虽然我曾经喜欢过花姐 也喜欢过林家 但那前提是 我觉得自己 与何冰已经不可能了 不管花姐 还是林家 我只是想从他们身上 找寻一种家的感觉 给自己的人生 安排一个着落 如果真谈及爱情 其实我在内心深处爱着的 依然是这个青梅竹马的姑娘 我的何冰 这些年我也想透了 何冰无罪 她甚至 再给自己的母亲赎罪 如此可怜的姑娘 我又怎能忍心 再去抛弃她 这对何冰不公平 走到哪儿都没这个道理 那天我也精心打扮了一番 人生第一次 我认真的为自己的爱人臭美 我甚至还打了发焦 何冰一直笑话我 但我感觉自己 把发型弄得还挺帅气的 我们先去餐厅吃了早饭 然后开着我的车 载着我心爱的姑娘 直接朝着民政局奔去 那天何冰特别羞涩 路上还一直问我 是不是在开玩笑 她觉得一切都来得太快 快到有些措手不及 其实不快 我俩早就结过婚了 只是当时没有领证罢了 我们彼此相爱 又同住一间房 怎么能继续耍流氓吗 我得给她一个保证 这是我深思熟虑过的 并不是一时冲动 而且后来我真没想到 我们这个结婚证领的 差点把上德给搞垮 这真的是个意外之喜 超出意料的惊喜 那天的何冰 真的像个未过门的小媳妇 我们开着新车 她很羞涩地坐在副驾驶上 嘴唇抹得很艳 她说这样拍出来的结婚照 会显得更漂亮 她还总拿眼睛 忘我 那种气氛说不上来 带着几丝惊喜 几分紧张 竟然还有那么一丝尴尬 我们两个人曾经连婚都结过了 如今领个证 却显得不太自然 可能真的是把爱情给搞懂了吧 这份爱 有了重量 有了责任 有了曾经的那些风风雨雨 那些撕心裂肺的离别与伤感 回望过去 再看今朝 人还是曾经的两个人 但爱的意义不同了 我开着车 脑子里思绪纷飞 她就老盯着我看 有时候撅 撅红唇 嘴角带着似笑非笑的模样 沿着许承河一路向前 她靠在椅背上 伸手推了推我 说话 怎么不说话 我挠了挠头 说什么呀 哪知道你说什么 她脸红地把头转向了一边 那我说 我爱你 冰儿 嫁给我吧 毕竟要领证了 我猜她想听这种话 你肉麻死了 她一下子就笑了 牙齿特别白 整齐的那种 她理了理发丝 依然止不住笑道 再说点别的 姐好听地说 当年你娶我 我都没让你找鞋 人家都是伴娘拦着新郎 我倒好 好几个伴娘都拉不住我 上杆子地往你背上爬 她撅着嘴 还蛮委屈地说 我大姑说得没错 女人太上杆子 将来准美好日子过 受欺负 你看这不应验了 我这两年因为你 遭了多少罪 这回你想领证 我就得好好吊难你一下 在我们老家结婚 接新娘的时候有个习俗 那就是新娘把鞋藏起来 让新郎关找 找不到的话 就不准把新娘接走 我当时跟何冰结婚 她一看我进门 赶紧就从裙子底下翻出了鞋 都没让我找 套在脚上就朝我扑 当时把周围的亲戚都看愣了 她那几个表妹 本来还等着讹我红包的 结果啥也捞 这新娘就被我给掳走了 当时她大姑 还跟在我们后面 一个劲朝何冰瞪眼 成何体统 太不矜持了 跟个野丫头似的 十里八乡找不出你这样的 我越是回忆 就越是想笑 那时候的何冰 真的好单纯啊 当然这并不排除 她隐瞒了我们父辈的恩怨 想尽快跟我结婚 然后弥补那份亏欠 而时至今日我们经历了分分合合 经历了太多苦难的打磨 所以我现在可以肯定 何冰现在嫁给我 绝对是出于爱情 而非其他 我开着车呵呵笑 她就皱眉看着我 你傻笑什么呀 我让你说话 好好哄哄我 我抿嘴憋着笑说 怎么哄啊 我爱你 永远都爱 那个时候 我真说不出能让她感动的言语 没心意 她撇了撇嘴 故意冷着脸道 那你唱歌给我听 只要把我唱高兴了 我就答应跟你领证 咱们这份爱情 不能你说怎样就怎样 她还来劲了 可能女人都这样吧 越是关键时刻 就越要搞点妖蛾子出来 我就挠着头 有些为难道 我唱歌跑掉 一点都不好听 更不要说 把你这个学过音乐的专业人士 给唱高兴了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她斜了我一眼 双手交叉在胸前 大模大样地说 我就是难为你 要不今天 咱这证就不能领 等哪天 我高兴了 我说领证在领 这车都开到一半了 我俩又折腾了一早晨 哪还能回头再领 我就说 那我可唱了 你唱 唱到我高兴为止 她故意冷着脸 对我毫不留情面 真唱了 唱 大胆唱 今天是个好日子 吉祥的事不能等 扑 嗨嗨 她一把按住我的脖子 另一只手捶着自己的胸口 你想把我笑死啊你 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 摊上了太平盛世 唱到这里 我还挑了个高音 到了民政局门口 和兵是被我扶下来的 因为她已经笑叉气了 但我没觉得好笑啊 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吗 唱这首歌多应景 那天真的好开心 和兵一直笑 从认识她到现在 这是我见她 笑得最多的一天 这也是我真正意义上 第一次领政 曾经跟花姐领过一次 但没领成 因为那时 她跟庄真哥 还有婚姻关系 我们办了手续 照了相 我们都穿着洁白的衬衫 背景是一块红布 我们宣读了婚姻试词 里面还有录像的 我还花钱录了个像 当民政局的大戳 直接盖在我俩的相片上时 那一刻我 终于松了口气 我们结婚了 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我跟何叔有交代了 我向杨自今天起 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人 当我与何兵手牵手 走出民政局大厅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好幸福 阳光就那么围绕着我 熙熙攘攘的广场 与我无关 我的眼里 似乎只有何兵 而他怀里紧紧搂着那两份小红本 我们回到车里坐着 开始谁也没说话 他把结婚证摊开 眼泪就落了下来 我知道他在哭什么 一个女人 追了我三年多 从老家到许城 从许城到金川 当年我和他家闹成那样 谁能想到今天 我们竟然成了合法夫妻 他似乎还在晚夕 晚夕和叔到死 都没有看到这一幕 如果他老人家 还活着一定会开心 身上的病全都会好 我抬手摸着他柔顺的长发说 哭什么呀 你看看你 长得多漂亮啊 结婚照片上 他真的出奇地漂亮 大眼睛 长睫毛 鼻梁高挺 脸颊也很大气 比那些结婚照 艺术照 要 好看多了 他张开胳膊 一下子扑进了我怀里 声音哽咽道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了 你要再敢不要我 再敢从婚礼上逃跑 我就去法院告你 我被他说得又悲伤又想笑 但这简单的一句话 又饱含了和冰心里 多少的心酸啊 和冰啊 自今天开始 谁也阻止不了我们在一起了 要有人在阻挠 咱们两个就一起 拿起法律的武器 去告他们 而我没想到 最后还真告了 我俩第一个告的 就是秦东 今天既然是这么开心的日子 我就要让和冰 继续开心下去 我把车开到了许城河东畔 这边离公司不远 开车的话 还不到15分钟的车程 最重要的是 河东环境优美 这里开发了不少的楼盘 是整个许城少有的宜居地带 我们来到了一家最好的寿楼处 和冰开心的都快要步行了 他下车的时候 脚踩在寿楼处前 五颜六色的广场地板上 一个劲儿问我 真的要买房子吗 肯定要买房子 我们领了证 就不再是单身了 日子也不能凑合了 我不能总让和冰 陪我一起住宿舍 更不能在偌大的城市里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们进去的时候 好多人都侧脸瞅他 因为他今天格外漂亮 披着时尚的红色大衣 个子又那么高 高跟鞋啪哒啪哒踩着地 披肩长发走起路来 发丝都跟着微微飘动 这里的房子不便宜 普通的一平米就一万多 我记得当年刚来许城 房价还没有这么高 和冬也没有现在这么繁华 可才仅仅三年 房价竟然涨了三千多 和冰很大气地坐在沙发上 你别看他私下里没个正行 真要是在外面 或者忙起事情来 他老认真了 像个霸道女总裁一样 他坐在寿楼处的沙发上 交叉着双腿 因为室内有空调 他就把大衣披在肩头 他很认真的看一些户型 女销售小心翼翼地介绍 他抬头干练地说 我能看懂 你不用介绍 帮我接杯咖啡 谢谢 我就看着他笑 不知道地还以为 他是这家寿楼处的老板呢 他把资料看得很细致 其实我比他懂 再怎么样 我也是做建材的 而且曾在金川 接受过梁老的熏陶和指点 这里的户型都不错 小区设计的也很漂亮 但我想让河冰挑 只要他喜欢就好 可有的时候 让河冰花钱买东西 我多少还是有些后悔的 因为他乡种了一套房子 足有240平米 那小区叫世纪之城 楼盘和地段都没得说 但要论起价格 整整600万 我的天爷 600万的毛皮房啊 虽然我当时也有了些鸡 须 但我觉得还是有些奢侈 可谁让河冰喜欢呢 我是那种对自己抠门的人 如果没有河冰 我一辈子都可以在公司宿舍里凑合 但若真给河冰安个家 这钱我咬牙也要出 我们去看了房子 一进世纪之城的小区 我就觉得 这钱花得值 因为小区的绿化面积很大 西面就是许城河 电梯入户 还附赠一个大车库 有钱就是好 那车库能停下三辆车 里侧还有个小门 从小门进到走廊 对面就是电梯 我们坐着电梯到了六楼 240平米的房子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宽阔的落地窗 硕大的客厅 卧室就有三个 每间卧室里 都有卫生间和衣帽间 和宾很满意 他还背着手 站在窗台前 凝望着许城河的美景 女销售赶忙说 两位老板 看风景的话 这边更合适 他引着和宾朝里走 书房侧面 竟然还有个推拉门 我跟和宾一起走过去 外面竟然是一个露天大阳台 足有40平米 人家卖这么贵的价钱 还是有道理的 宽阔的大阳台上 西面就是许城河美景 再往远处 你甚至都可以俯瞰整个市区 和宾咬着嘴唇笑了 他眯着眼 手扶在栏杆上拍了拍说 就这套了 这就是我与和宾后来的家 就以和宾的样貌和能力 他也称得起这样的房子 在我的印象里 和宾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 其实和宾打从一开始 他就没想过让我出钱 他自己有钱 在上德工作三年 家里的摇厂又干得那么好 这个小富婆手里 少说的有500万 但我还是咬牙出了这笔钱 因为我卡里有钱 那个哥哥给我借的 买这套房子 也就抹个零头而已 尤其到了年底 货款一旦收回来 光公司的分红 我就能买下好几套这样的房子 有句话说的针对 从一万赚到十万 比登天还难 从十万赚到一百万 相对比较困难 但如果你从一百万 赚到一千万 那就容易很多了 因为你有了根基 有了赚钱的途径和条件 有了相对成熟的经验 和人脉关系 总之 我们忙活了一天 开心了一天 结婚正领了 房子也定下了 我与何彬 终于在许承安家了 回到厂里的时候 已经到了傍晚 虽然陪何彬逛了那么久 腿都累得发酸 但厂子里的事物 我还是不能落下 胡总先来办公室找了我 问我 还要不要继续跟林家合作 林氏集团的人 今天打来了电话 那意思是想按市场价 继续从我们建材厂进货 而且要的批量还不小 这事我硬下了 生意就是生意 我不管林家到底是哪头的人 只要他愿意合作 大家一起赚钱 我就没有理由 把自己的客户往外推 当然 那时我只把林家 当成是自己的一个大客户而已 我们的关系 再无其他 跟胡总聊完 我又去个车间转了一圈 现在有了充足的资金 剩下的就是生产 三月中旬交货 时间看似不多 但凭我们现在的效率而言 三月初基本就能完成 晚上何冰也从财务部下了班 江雪得知 我们买了房 领了证 还窜多餐厅 在二楼摆了喜宴 又把厂里的重要领导们 组织起来庆祝了一下 那时我们的生活 真的很开心 一切都那么美好 少有的幸福 只是晚上回到宿舍 何冰便坐在床前 扭捏地瞅了我一眼说 向阳 要不我明天 就去尚德辞职 等等 再等等吧 其实那件事 我本来就不想让何冰冒险 如今我们成了夫妻 我就更舍不得 让他去做那样的事了 我开始变得犹豫 我怕何冰会受到伤害 我想 即便不除掉秦东 他现在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 却彻底激怒了我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促使我下定决心 是要与孔雀组织死磕到底 秦东 你要倒霉了 第二天清晨 我刚回办公室坐下 还没来得及点烟 桌前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金川的庄真哥打来的 他私下里很少联系我 而且更没有一大早 给我打过电话 我疑惑地接起来问 哥 什么情况啊 这还没到上班时间呢 他竟然语气仓促地说 向阳 你那边没出事吧 我一愣 随即说 我能出什么事 都好好的呀 他继续道 那最近这些天 你公司也没发生别的事 我想了一下 就把秦东代表尚德 要吞并我们公司 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的事 给他讲了一遍 随后我补充道 今年就这些事 不过你不要担心 我们的凤凰集团 绝不会落到孔雀组织手里 可庄征却微微松了口气说 这样就对了 一切就合理了 向阳 往后出门 一定要小心谨慎 那孔雀组织不是个东西 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上来 哥 到底怎么了 听到孔雀组织这四个字 我汗毛都立了起来 昨晚歪歪放学 差点被人给劫持 我幸亏是让老虎过去接的孩子 有一群混蛋 竟然在学校门口 就动起了刀子 什么 听到这话 我气得头发都立起来了 有人竟然敢打歪歪的主意 而且还动了刀 我咬牙道歪歪怎么样 没受伤吧 庄征哥如是重负 但牙齿却依然颤抖道 老虎把孩子就吓了 不过他势单力薄 又为了保护歪歪 那群歹徒一个都没抓到 而且我家里 也被翻得乱七八糟 幸亏你姐 头两天就回了小蛙村 若不然的话 他都会有危险 这群狗日的混蛋 他们简直太猖狂了 光天化日之下 学校门口 他们都敢动手 还有底线可言吗 庄征哥深吸一口气 继续又说 我是这样理解的 上得这张牌 对咱们都已经行不通了 如果再用正常的手段 孔雀组织肯定拿不到机械臂 和凤凰系统的技术所有权 所以他们开始玩音的了 他们绑架歪歪的目的 应该是想从我手里 获取原代码 我没什么仇家 他们上来就冲歪歪 肯定就是为了这个 我咬牙点着头 庄征哥分析得不错 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期 一旦我们的机器 系统在市场里全面铺开 大众接受了我们凤凰的产品 他们就再无机会可言了 对方这是急了 为了跟我们抢夺 机械领域的市场控制权 他们竟然毫无下限地打黑枪了 哥 你那边现在要紧吗 我赶紧关心地问 已经报了警 市局相当重视这件事 老虎还看到了那几个绑匪的面貌 现在正全是通缉 我这边暂时安全 但我就盼你那边 他们在跟着使坏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 这事比你想得还要危险 庄征哥激动地嘱咐我说 我再次点头 但他们不敢把我怎样的 我现在是市政项目 第一大供货商 如果没有这个身份 估计他们早就对我动手了 YY是我的心头肉 这群毫无底线的混蛋 竟然对孩子下了手 但凡是个爷们 这种事情都不可能忍 你拿孩子来做文章 算特么什么本事 我越想越气 再一想秦东那个人渣 曾经还来我这里耀武扬威 还一直打着合兵的主意 我就更憋得不行 我们不能老被动防御 我得出手 给这帮混蛋点颜色看看 不然的话 他们只会变本加厉 越做越过分 也就是在那一刻起 我决定执行方志给出的计划 对着电话 我说 哥 你让老丁 给我弄个手机监听软件 这事对他来说应该不难 我有急用 庄真哥立刻说 监听别人手机 可是犯法的 向阳 你可不要乱来 我摇头一笑说 放心吧 这事不犯法 还有 我这边缺个司机 你就让花姐 把保安队长老朱 给我派过来吧 对 你的安全也很重要 这事我马上办 对方已经盯上咱们哥俩了 往后的日子 一定要更加小心 不说了 回头再联系 话到这里 庄真哥就把电话挂了 而我后背的衬衫 也被汗尽透了 当初我幸亏长了个心眼 让老虎那帮人 保护庄真哥 不然的话 歪歪昨天 可真就危险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 缓了好大一会儿 才平复好情绪 又重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下午和兵过来了 他在我办公室里坐着 见我闲下来以后 他才开口说 向阳 秦东今晚约我吃饭 我听他的意思 是还想将我留在上德 听到这话 我当即冷笑 如今秦家在上德得势 而和兵的老领导 已经退休 如今没有强大的人物 护着和兵 丫头再继续任职 岂不是由着秦东这个色狼湖来 他明显已经按捺不住了 人的手里 一旦掌控了权力 就会变得疯狂 变得下作 我白手说 还不到时候 你暂时先跟他保持着 若急若离的关系吧 不要说话刺激他 言语里再给他点甜头 用不了几天 他就该倒大霉了 老朱是第三天下午 坐飞机过来的 因为他以前常跟着车队往市政送建材 所以对许诚相对比较熟悉 这回过来 他没打电话让我接 自己背个包 就找到了我公司这边 我在厂区南门接了他 老朱剃了个大光头 续着一撮小胡子 尤其那一身结实的肌肉 乍一看跟混社会的似的 彼此寒暄过后 我就把他带到办公室里说 往后就跟着我开车吧 工资比你那保安队长高 而且活还轻松 老朱点着头 赶紧又拉开背包 将一台小型监听设备 还有一个优盘递给了我 庄征让我拿给你的 接过优盘 我点了点头 便打电话 把斗鸡眼叫过来 先给老朱安排了住处 让他先去休息 随后 我又把河冰叫了过来 他一进门就说 那个秦东真烦 这两天一直给我发短信 他还威胁我 真要不愿再上德干 就赶紧过去找他辞职 交接工作什么的 我抿嘴一笑 既然秦东那么想急着找倒霉 那我就成全他好了 如今我手里 万事俱备 只差明天 对他动手了 世人都有弱点 而这个弱点 一旦被对手掌握 那离倒霉也就不远了 秦东的弱点是好色 是张狂 他会毁在这上面的 第二天 从进办公楼开始 我就没在盲场里的事 而是叫着胡总一起 商讨接下来 干垮秦东的计划 我们从上午 一直聊到中午 事无巨细地把计划 在脑海里全部过了一遍 最后胡总说向阳 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千万别让兵丫头吃了亏 我点点头 这是压哥不用任何人嘱咐 没有人会比我 更在意和兵的安全 商讨完之后 我就回了宿舍 推开门的时候 我鼻血差点流出来 今天和兵的这身打扮 真的太风情了 红色大衣外敞着 里面是一件蕾丝的竖腰毛衣 关键是露得太多 毛衣的上半边 那网状的蕾丝下 两颗白皙的圆球 有一半若隐若现 中间还夹着一条 深不见底的事业线 他本来身材就那么完美 再穿上这样的衣服 简直要能要了人的命 他把嘴唇抹得很艳 还做了美甲 总之浑身上下 没有一处 不能撩拨男人的心弦 从认识到现在 我第一次发现 何兵还能这样打扮 让人产生原始冲动的打扮 这样可以吧 他把唇膏放下 然后有些羞涩地对着我 轻轻转了一圈 兵儿 要不咱别去了吧 你这样 就是头公猪 好了 你不都做好准备了吗 秦冬要敢 对我无礼 我就大喊 你过去 救我不就行了 何兵古灵精怪地 撇了撇嘴 那眉梢眼角 真的是说不尽的 万种风情 那你 你一定要小心啊 讲真的 我舍不得何兵 为我去冒险 但要想搞垮秦家 这样的庞然大物 光靠嘴喊是没用的 以小博大 你必须要承担 一定的风险 而方志的意思 就是要让何兵 洋入虎口 那天 何兵开着自己的车走了 漂亮的红色奔驰 再加上 他艳丽的妆容 风情的打扮 如果何兵真的想往上爬 就凭他的姿色和气质 做许成第一交际花 都是轻轻松松的事 我则让老猪开车着 带着监听设备 远远地跟在何兵后面 我必须要保护他 如果事态紧急 即便拿不到秦冬的犯罪证据 我也要先确保何兵的安全 一小时后 何兵进了上德分部 而我和老猪 则在上德对面 超市的停车场里待着 何兵的手机 一直都处在我的监听下 这使得我稍稍有些安心 倒是老猪话不少 一个劲儿说 这特娘的 手机都能被监听 往后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啊 这也太高科技了吧 我打断他 不让他出声 然后戴着耳机 仔细听着何兵那边的一举一动 在公司的时候 一切都还算顺利 何兵先去找秦冬 递交了辞职报告 不过秦冬跟何兵说话的时候 言语里却充斥着暖昧 还带着一丝肉麻 他说了很多的好话 来赞美何兵 从长相到穿着 从气质到能力 我这是第一次 见到烈焰高手 是如何泡妞儿的 秦冬的话 说得很委婉 能把一个女人 捧得飘飘然 就连我听了 都觉得秦冬那张嘴 跟抹了蜜似的 说得你浑身舒服 只是他并没有立刻让何兵辞职 而是先让何兵 跟他和下属部门交接工作 这事一直蹭到晚上 快下班的时候 何兵才憋不住说秦冬 该交接的 我都交接完了 这份离职报告 你是不是可以签字了 兵儿 真要这么绝情吗 留在上德不好吗 公司那么多领导 都十分看好你 我希望你能给自己一次机会 也给我一次机会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知道的 若不是那个向阳 要把你抢走 当初我也不会那么咄咄逼人 但这也恰恰证明 我有多么在乎你 你瞧人家这话说的 既夸奖了何兵 又表明了爱意 还给出了条件 关键还说得那么自然 显得自己又那么委屈 这有嘴滑舌的口才 一般的女人 还真够呛能扛得住 何兵却叹了口气说 秦东 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感谢 也要说一声抱歉 有些事情抢求不来 希望你能给我几分尊重 把字签了吧 往后 我们仍然可以做朋友 不是吗 秦东立刻说 你真打定主意了 我说什么都没用了 何兵道 谢谢尚德 这些年对我的栽培 对话停滞了片刻 秦东才开口道 既然要分别 那我请你吃顿饭吧 吃完饭 我就把这离职申请签了 往后 咱们还是朋友 这 何兵犹豫道 难道连吃顿饭的面子 都不给我吗 何兵 杀人不过头点地 好歹咱们曾经 还保持过恋人关系 行 行吧 希望你说到做到 吃完饭以后 就把离职的事 给我办妥当 最后 何兵回了这话 不带一会儿的功夫 我就看到何兵与秦东 一起出来了 尤其那个秦东 他总有意无意 往何兵带衣的林口里 看 其色狼的本质 想盖都盖不住 随后 秦东开车在前面 何兵开车跟在后面 我赶紧叫醒旁边 打瞌睡的老猪说 何兵走了 赶紧跟上 老猪这才搓了把脸 立刻发动车子 跟着走了上去 半小时后 他们去了市北一家 教会英俱乐部的地方 我以前听江雪提过这里 好像是许成富二代 休闲娱乐的地方 当年张志强 挤破脑袋 都想往里进 可他资本不够 那些富二代 压根都不带他玩 而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农民公道城市 接触的圈子离不开工地 普通的毕业生 接触的自然是公司底层 和廉价的出租屋 至于秦东这样的富二代 加瑟郎 那肯定要找这样的俱乐部 因为这就是他生活的圈子 俱乐部门口 还站着几位高大帅气的保安 进门的时候 似乎还要检查证件 应该是会员证一类的 我开始有些后悔 让和冰陪秦东来这种地方 万一出了事 我这一辈子都良心难安 可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也只能咬牙 硬挺下去 但只要和冰一发出求救信号 我管他娘的什么俱乐部 老子绝对会第一时间 就他秦东带着和冰进去了 这个俱乐部虽然门头不大 但里面的空间肯定不小 一共六层楼高 三层以上都类似酒店房间 而且都拉着窗帘 和冰的手机一直戴在身上 我听见他说 秦东 不是要吃饭吗 这里怎么是个酒吧 秦东忙说 一楼是酒吧 二楼才是餐厅 这里可是许城 有头有脸的人才能来的地方 光会员费 每年就得交160万 而且还得有身份 人家才给办会员 和冰就疑惑道 你来许城才多久 怎么能找到这种地方 秦东就说 尚得一个客户介绍的 说这里的饭菜挺好 将来有个什么重要客人 可以约到这里谈生意 今天你都要离职了 我怎么不得好好宴请你一回 随后 他们就朝二楼走 我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 似乎还有人跟秦东打招呼 都是女人的声音 甜甜腻腻的 光听声音 我就知道 这里不是什么正规的地方 看看天色 已经渐渐入夜了 成功与否 全在今晚 我便掏出手机 给胡总那边发了条短信 有半个小时的功夫吧 俱乐部东面的停车场里 来了几辆车 而那时候 何冰与秦东 饭已经快吃完了 何冰说 秦东 饭也吃得差不多了 我的辞职报告 你现在可以签了吗 秦东却说 你先喝口饮料 咱们再聊一会儿 毕竟将来 咱们算是有缘无分了 像这样做下来 单独吃饭的机会 估计也不多了 秦东的语气 甚至有些伤感 何冰就说 那好吧 我先去烫洗手间 你等我一会儿 我估计是何冰饮料喝多了 本来秦东是想让他喝酒的 但何冰警觉性很高 低酒未沾 而秦东那家伙 就老是有意无意 让何冰多喝饮料 何冰的声音消失以后 我听到了打火机的声音 应该是秦东点了支烟 紧跟着那头 又传来了声音 秦大少 这是您要的东西 直接加到杯子里 搅拌一下就行了 这东西好使 秦东语气低沉地问 好使 别的少爷带着新妞过来 都这么玩 只要他喝下去 一夜都不带醒的 要是您办事的时候 再轻着点 等他第二天醒了 基本啥也不知道 另一个声音 极度猥琐道 行了 你先下去吧 回头有赏 而我坐在车里 心却缓缓提了起来 秦东这个混蛋 竟然要给何冰下药 像这样的情况 我只是在电视剧里看过 却没想到有一天 会发生在何冰身上 不一会儿 何冰回来了 他说 再陪你聊半小时吧 太晚了真不行 我得早点回去 这时秦东说 冰儿 我还有半杯酒 要不你就拿饮料 咱们一起干了吧 干掉这一杯 我就给你签字 你也早点回去 省得家人惦记 何冰当即说 行 希望你说话算话 下一刻 我听到了碰杯的声音 还听见秦东 使劲扎了扎嘴 然后桌子突然砰的一声 秦东又道 何冰 何冰 你怎么了 睡着了 时间又过去三分钟 秦东才急不可耐到 赶紧过来 人睡了 给我弄到301 就是有大圆床的那个房间 那个猥琐的声音 又笑咯咯地说 秦大少艳福不浅啊 这女儿简直国色天香 比那些粗脂裂粉 可够味多了 少废话 赶紧叫人 把她给我架上去 秦东喘着粗气说 下一刻 又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我还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如今再次想来 我觉得自己真不是人 我不该让何冰 为了公私而冒这个险 虽然我做了周全的准备 但当自己的爱人 被别的男人 给抱进房间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止不住的酸涩 甚至怒火直冒 秦东 这一回我要是不往死里整你 我特么就不幸想 而听着房间的门关上 我觉得自己 再也不能等了 所以 我先打电话报了警 报警理由就一个 秦东强暴梁家妇女 报完警之后 耳机里又传来了声音 秦东嗓音低沉而猥琐到 小贱人一个 你不是高高在上吗 你不是冰清玉洁 油盐不尽吗 装啊 你在装啊 到头来还不是乖乖的 躺在床上任我摆布 他吞咽着口水 继续又说 你可真是想死我了 从见你第一眼 我就恨不得把你压在床上 可上头那老不死的 他总护着你 夸你啊 把你捧得跟明珠一样 我不敢下手 但现在又怎么样了 我们秦家得势了 老子就是干了你 又能怎么样 谁知道 美人啊 在梦里好好爽爽吧 那一刻 我真的再也听不下去了 也等不了了 再晚一会儿 和兵级有可能 我一把将老猪的耳机 给拽下来说 听上瘾了是吗 马上下车 把你弟妹就出来 老猪浑身一个机灵 转身直接推开车门 随即我也跟着跳了下去 然后冲着停车场大吼一声 上德少东家 秦东强暴梁家妇女 这可是大新闻 想看的都跟我过来 此话一出 不远处的几辆车里 瞬间窜出来 十几个记者和摄像师 这些都是胡总请来的 我们早就安排好了 甚至新闻稿件 法律诉讼书 我们都起草好了 老猪一马当先 带着我们就往俱乐部里冲 门口的保安 站出来拦着 还问我们是干什么的 有没有会员证 我会你妈的证 藏屋纳垢的地方 老子举报了你们 老猪大吼一声 先是一招黑虎掏心 顿时就撂倒了一个 我趁着保安没注意 也是一拳 砸在了另一人的下巴上 那些记者的劲儿更大 愣是把另两个保安 硬生生给挤出了门外 我们冲了进去 一楼的酒吧并不热闹 但那些场景 却极为香艳 男的 女的 搂搂抱抱 有的甚至在沙发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就缠绵了起来 那些记者扛着摄像机 不知道该拍什么 我当即说 人在三楼 跟我来 这一回 我要让秦东 身败名列 正常情况下 没人敢硬闯这样的俱乐部 因为他的根基很深 而且知道 这地方的 也大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谁会跟我们这样 没有素质 直接带人硬闯 再加上我们突然袭击 对方根本反应不过来 整个一楼瞬间都乱套了 那一刻 我根本管不了那些 还是老猪打冲锋 我紧随其后 一路沿着楼梯向上冲 二楼的好几个服务员 还想站出来挡路 老猪可不是吃素的 当年都敢跟出牙周 那群亡命之徒较量 还会在意几个服务生 他抬手两巴掌下去 直接就把对方给扇到了一边 随后大批记者也跟了上来 记者后面还跟着俱乐部的保安 可楼道就这么宽 最后面的那些保安 压根就冲不上来 更拦不住我们 快步来到三楼 鞋对面就是301号房间 我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朝门推了一下没推开 倒是老猪简单粗暴 他朝我摆了白手 然后抬起一脚 直接就将门给踹开了 我转身直接冲进去 里面的房间还挺大的 粉色的灯光 粉色的大圆床 当时秦冬的裤子 已经脱到了脚踝 而河冰的鞋也被脱掉了 整个人趴在床上 一动不动 你 你你 秦冬惊呆了 眼睛瞪得像同龄 他忙着就要去提裤子 我抬脚直接踩着他的裤子说 记者呢 赶紧拍照 录像 有几个记者钻了进来 其他记者竟然在门外 跟保安打了起来 劈里啪啦的一顿拍摄 秦冬 整个房间都充斩着闪光灯 而窗外的警车声 也跟着响了起来 秦冬拽着自己的裤腰带 因为裤子被我踩着 他咬了半天牙 也没把裤子给拽上去 疯了 全他妈疯了 向阳 你这是干什么 谁让你进来的 他转头看向我 脸上渗出了汗 牙齿也跟着颤抖了起来 我老婆被你下了药 被你弄到了床上 你说 我来这里干什么 秦冬 你这是在犯罪 我直直地盯着他 当时真恨不得 揍着混蛋一拳 你特么先给我把脚松开 合冰喝醉了 我扶他上来休息有错吗 我刚上完厕所出来 还没来得及提裤子 这犯法吗 他怒目远征 人有多心虚 嗓门就有多洪亮 我摇头一笑说 你不用跟我解释 待会儿警察上来了 你跟他们去说 他咬牙拧着粗眉道 曹 就是天皇老子来了 我秦冬行得端 做得正 我好心照顾自己的同事 你们挑不出我的礼来 还特么叫记者 你想干什么 我与合冰 可什么都没干 他说他的 那记者可没闲着 有个眼尖的 还直接从旁边的柜子上 看到了一盒套套 而且还是刚拆的包装 没来得及用 不一会儿 警察就上来了 秦冬赶紧比牙咧嘴道 警察同志 向阳这个混蛋 故意请记者过来 他还踩着我的裤子 故意让记者拍照 他这分明就是想让我出丑 侵犯我的隐私和肖像权 你们赶紧把他给抓起来 啊 他这张嘴 还真是能言善辩 我就立刻说 秦冬利用植物之辩 骗我老婆来这里吃饭 并在中途给我老婆下了药 找人将他弄到了这里的床上 警察同志 我跟记者朋友闯进来的时候 他的裤子就是这样的 你们说他想对我老婆干什么 你特么放屁 我 我 下没下药 咽一咽就清楚了 此时 跟胡书关系不错的那个法医 也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他手里还提着药箱 跟带队的警察交代了几句 法医走到河冰身旁 然后抓过河冰的手腕 拿那种咽血的针 在河冰手指扎了一下 他先采集了几份血氧 并把其中一支 滴进了室管里 不一会儿 室管里的液体 就发生了反应 法医直起腰说 血液不正常 应该是刚刚服用了迷药一类的东西 此话一出 秦东额头的汗 瞬间哗哗往外冒 他以为自己 做得天衣无缝 河冰到公司辞职 他顺势请河冰吃饭 然后带到这里 把事给办了 他永远都想不到 我们会早有准备 面对眼前的铁正如山 他依然咬牙鬼变道 迷药不是我下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什么情况 而且我跟河冰 本来就是恋人 这在上德谁都知道 哪怕我跟他发生了关系 又能怎么样 犯法吗 我当即扯开大衣 从兜里掏出一张结婚证说 你跟河冰是恋人关系 那我跟河冰的结婚证 又该怎么解释 我们可是合法夫妻 是正式登了记的 你要强暴我老婆 你说你犯法吗 M 顿了顿 我又朝面前的记者说 诸位 我是凤凰集团的董事长向阳 河冰是我的合法妻子 而秦东是谁 是我的投资方 他不谨记我老婆已久 而且曾经还想利用资本 霸占我的企业 投资公司 对自己的客户下手 这得有多下作啊 那一刻 秦东百口莫辩 如果说放在以前 他还能拿与河冰间的恋人关系 来为吞并我们企业做开脱 可现在 我与河冰都结婚领证了 你竟然对我老婆 干了这种事 只能说明你这个投资方 仗势欺人 蛮横霸道 你连客户的老婆都不放过 有了这样的结果 往后谁还敢让上得投资 谁又愿意 自己的老婆被投资方 拉到酒店为所欲为 我 你我 秦东连裤子都提不上去了 他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我给老朱使了个眼色 他立刻下了楼 不一会儿又跑上来 将一个U盘递给了我 我举着U盘说 警察同志 我早就知道 秦东要对我老婆图谋不轨 我也担心 我老婆今天到上德离职 可能会被秦东欺负 所以我提前在他手机里 安装了监听软件 这犯法吗 警察皱了下眉道 你老婆知道吗 他知道 而且同意了 他也怕自己发生意外 我说 既然得到了对方的许可 自然不犯法 警察点头说 那好 这个U盘里 就是我这半天 兼听到的录音 秦东是怎样一步步 将我老婆骗到 这儿 又怎么给下了药 怎么弄到了这个房间里 他究竟想对我老婆干什么 录音记录得明明白白 顿了顿 我转身又说 各位记者 如果你们想要录音 待会儿可以找我的司机拷贝 上德的邵东家 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 你们可要替我们宣传报道 伸张正义呀 这份报道一旦发布 我可以断定 上德集团的股价 会瞬间暴跌 这就是我们搞垮秦家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秦东当晚就被带走了 我则和胡总的那个法医朋友 先将和冰从床上背起来 直接去了医院 那时我就想啊 幸亏我冲进来得及时 和冰身上的衣服还算完整 若是再晚一分钟 和冰极有可能 就被秦东那混蛋给侵犯了 和冰当时似乎完全失去了意识 他软啪啪地搭在我背上 沿着楼梯往下走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次的行动 到底有多么惊险 楼下站了几十个凶声恶煞的人 看上去像打手一类的 也就是我们这次的硬闯 太过突然 而像这样的豪华俱乐部 一般也没人敢闹事 所以这些负责保卫的人 在我们的突袭之下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若是秦东早有准备的话 我和老朱 估计压哥就闯不进来 记者也进不来 甚至秦东会带着昏睡的河冰 直接转移地方也说不准 总之一句话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让河冰 去以身犯险了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老朱开着我的车 我们先把河冰送到医院 打了点滴 其实他就是中了迷药一类的东西 挂了两个吊瓶就醒了 他睁开眼以后 竟然真的啥也记不得 还坐起来问我 怎么会在医院里 我赶紧坐到床边 紧紧攥着他的手 然后把事情的经过 大体跟他讲了一遍 这个没心没肺的女人啊 他第一时间不是害怕 竟然忙不迭地高兴到 这么说的话 秦东被抓起来了 嗯 抓起来了 像这样的刑事犯罪 警察肯定要立案 这回上德集团的脸 算是丢尽了 我攥着他白皙的小手说 向阳 咱们这样做 河冰笑着笑着 眼眸又微微垂下说 咱们这样设计秦东 是不是有点太 过分了 我说 冰儿 这是他自找的 并不是咱们挖的坑 这件事 咱们策不策划 你到上德离职 秦东都照样会对你下手 不是吗 是他自己心术不正 我们只是出于保护你而已 河冰想了一下 似乎也是这么个道理 秦东对他寄予已久 如今河冰即将离开上德 他那样的色狼 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眼馋的女人 就这么离开吗 这世间有人为财 有人为色 有人为权 只要你有企图心 那就一定有弱点 而秦东的弱点 就是太好色 后来 河冰下床走了两圈 也没有多大的事 就是说有点想干呕 我出去问了大夫 说是打了药的问题 等睡一觉 明天就没事了 河冰想回去 我没同意 还是留在医院 观察一夜比较好 再后来我让老朱 开车送那法医朋友回去了 临走的时候 对方交代说 让我们明天一早 去分局 录个口供 他们走了以后 我这才返回病房 当时和冰壳搞笑了 他拿被子盖着腰 然后低头朝被子里瞅 我进来的时候 他赶忙说 把门关上 别让人进来 我关上门 朝他走着问 你干嘛呢 他皱了下眉 似乎把裤子退了下来 向阳 我没有背 他的脸上 有些尴尬 甚至有些不敢看我 老低头往自己的被窝里瞅 秦东都给你脱了 我抿嘴说 啊 听到这话 和冰下的脸都白了 把你鞋脱了 衣服 都是完好的 我们进去的时候 秦东自己的衣服 都还没来得及脱 我笑着朝他说 你 他又气又笑 地白了我一眼 然后又把裤子提上 盘腿坐在病床上的 真没发生关系啊 你不要骗我 他似乎是真的不知道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就把几张手机照片 调出来 放到了他面前 这些照片 都是刚冲进去的时候 老朱拿手机照的 和冰看了以后 这才彻底放心 他拍了拍床垫 让我也上去陪他坐着 我脱了鞋 爬上去跟他一起躺着 两人都靠在床头上 他伸胳膊搂着我说 秦东怎么能用 这么下作的手段 我本来以为 他会逛我酒 然后强行把我怎样 结果却没想到 他竟然不知不觉 给我下了药 是啊 我也没想到 秦东会用这种办法 如果我不是提前让老丁 给我弄了这个监听软件 今晚和冰 就是被秦东强暴了 我可能都毫无察觉 所以今天这件事 运气的成分居多 事后再想想 才知道有多么可怕 我搂着何冰 把他放在怀里 自今天起 无论前方有多么大的诱惑 我都绝不会再让何冰冒险了 第二天上午 我带着何冰 先去分局录了口供 如今有证人 有证据 关键还有那么多记者在场 秦家就是想动用关系 将这件事压下来都不可能 尤其之前 胡总还给足了记者好处 我们现在就一个目的 把事情闹大 闹到尽人皆知 我们是中午回的场 当时胡总 竟然开启了记者招待会 因为秦东的这件事 太有新闻价值了 上德投资集团少东架呀 强暴合作商的老婆 这可是许承商界的一大丑闻 甚至是全国性的丑闻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老婆这两个字 如果我与和兵没领证 秦家倒还可以狡辩 可以混淆视听 因为秦东与和兵 之前在上德内部 确实存在恋人关系 他们推出几个证人 来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至少还可以把水搅混 可现在不一样 我与和兵可是合法夫妻 我们有结婚证 在民政系统里做过登记的 我估计秦东一开始 觉得自己家势力滔天 哪怕对和兵怎样 他也不会有事 因为他并不知道 我们已经领证了 所以这张结婚证 便使得秦家百口莫辩 他们想操纵舆论 想给自己的儿子翻案 都不可能 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 我添油加醋说了一通 第一 上德利用投资商的身份 和雄厚的资 本 多次企图吞并自己的投资企业 也就是我们凤凰集团 第二 上德集团少东家 对客户老婆实施强暴 而且其手段极为恶劣 这两点 哪一点都不是上德能够承受的 秦东的事情落定以后 我感觉身上的压力 瞬间小了好多 这也是我为和兵 也为歪歪报的仇 既然我与那孔雀组织 早已撕红了眼 他们死活 就是不放过我们场 那我也用不上再客气了 往后你来我往 我倒是要看看 谁能扛到最后 下午送走记者以后 和兵就笑盈盈的 抱着厚厚的一打图册 来到我办公室里 我把烟掐灭 然后陪他一起坐在沙发上 傍晚的阳光很温暖 成灿灿的 伴着微风从窗户里照进来 照着和兵漂亮的脸庞 吹着他额头的几缕发丝 美得像一幅油画 你怎么把材料厂的宣传册给拿过来了 我看着桌上 一大落书 问他微皱了下眉 又拿脚踢了我一下 本来还挺高兴的脸庞 突然冷下来说 你对咱俩的事 真是一点都不上心 我挠着头 想了好大一会儿才说 哦 冰儿 你是要装修咱的新房子对吧 他依然冷着脸 手抱着胳膊 翘着二郎腿说 我要是不提醒你 你是不是连自己买过房子的事情 都给忘了 我羞愧地抿着嘴 和冰这气声的对 我们领证了 买房子了 正常情况下 谁不得赶紧操持装修 把自己的小家搞起来 然后好好享受二人世界啊 只是这几天我太忙 满脑子都铺在了公司和秦东的事情上了 我朝他靠了靠 他故意推了我一下 女人都有小脾气 和冰也不例外 你不要看他平时冷静大方 真要是幼稚起来 也是够头疼的 于是我赶紧打开图册 上面都是我们建材的照片 从装饰材料 到门窗钢履 翻了好几本 他似乎都不是太满意 这不是我们的产品不好 只是何冰的眼光太高 最后我只得侧身 一本正经地说 何总监 你们财务部 这几天忙吗 他被我搞得一愣 随即说 还行 董事长有什么任务要安排 我说 接下来 我会让材料厂 专门派个设计师 来辅助你完成 设计织成的那套房屋 装修 有什么要求 你想怎样设计 都可以跟设计师提 总之一句话 这套房子 一定要让我老婆满意才行 这么艰巨的任务 你能完成吗 他抿嘴 硬压着笑意望着我 我继续一本正经道 你不要嬉皮笑脸 这套装修 我老婆可极为重视 回头你要是干不好 不能让我老婆满意 那你跟材料厂的设计师 都等着受处分吧 说完 我还用力拍了下桌子 董事长 我保证完成任务 保证让你老婆满意 还有设计师我挑老巢 让他跟我一起 完成那套房子的装修设计 和冰赶紧坐直身子 跟个小丫头似的 民嘴憋着笑说 你倒是会挑人 我抬手点了点他白皙的额头 老巢是金串过来的 而且之前 受了很多良老的指点 水平不可谓不高 现在我建材厂的设计部 就靠他撑着呢 和冰这女子 张嘴就朝我心头割肉 我皱着眉 反复思虑了片刻 看着和冰眼巴巴的眼神 最后 我只能妥协说 别耽误老巢正常的工作 挑周末 或者下班时间过去 和冰当即开心地说 得令 后来我俩都笑了 他也不生气了 身边有个这样的女人真好啊 能把我枯燥的生活 渲染的五彩斑斓 能让我感觉不再孤独 让我对美好的未来 充满着无限的向往 和冰走后 我就那么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想一想自己 真的蛮对不起他的 这都领证了 他还跟我一起住公司宿舍 这要割别的女人 谁愿意陪我丢这个人 所以 在买房装修上 我要尽量满足他 让他开心 因为像和冰这样 因为爱你而不顾其他的女人 真的不多了 这是我向阳的福分 后来快下班的时候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是个陌生的声音 闹够了吗 闹够了 就赶紧收手 对方的声音极为低沉 同时还夹杂着愤怒 您是哪位 打错了吧 我皱着眉 当即就要挂电话 向阳 向总 你好手段啊 竟然设计陷害我儿子 我小看你了 电话那头 他咬牙切齿道 呦 原来是尚德的董事长 秦福山先生啊 想想也是 秦东在我手上栽了这么大根头 他这当老子的 要是再不出面 那就真说不过去了 对方当即说 你知道就好 赶紧把事情压下来 然后登报 跟尚德握手言和 我憋不住一阵冷笑 你尚德集团是强大 但在我凤凰集团这里 你也只是个股东而已 这哪有伙计 命令东家办事的 对着电话 我毫不客气道 秦总 您是不是还没搞清楚 咱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啊 尚德只是我的投资人 只是公司股东 而我是董事长 说话的时候 语气能客气点吗 跟你客气 向阳 你是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天高地厚 我不想跟你废话 马上按我说的办 并跟冬儿的律师 达成和解协议 并让何彬出面到警局澄清 昨晚就是个误会 只要没上法庭 一切都还有操作的空间 他依然不容质疑道 笑话 秦福山 秦东是什么货色 他是怎么对我的 你应该一清二楚 合着光他欺负我 我就不能反击 这样的霸王条款 在我这里行不通 你要但凡还有点良心 就应该去批评你儿子 而不是对我要武扬威 攥着电话 我狠狠地回对道 哼 一个乡下野小子 也敢说话教训我 秦东是我秦福山的儿子 是秦家的宝贝 他生下来就比你好 比你优秀 他欺负你怎么了 你一个没权没势的小人物 能被冬儿欺负 那是你的荣幸 顿了顿 他继续又说 你给我听好 如果不按我说的来办 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尚德 全面从你的凤凰集团撤资 终止我们之间的合作 你要知道 当初投资协议里 有一条明确的规定 当投资方 与公司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 投资方有权撤资 并收回之前所有的投资款项 向阳 你应该没有钱了 按照如今的公司估值 你至少得赔付我两亿多 你拿什么赔 如果不想看着凤凰集团破产 那就赶紧给我把冬儿弄出来 恢复我尚德的名誉 听着秦福山满寒威胁的话 我真的太佩服我那个哥哥了 因为方志跟我说 他早就料定 我们办了秦东以后 尚德会以撤资作为要挟 来迫使我撤案 放秦东一马 所以当初 我哥给了我四个亿的资金 目的就是让我有底气 完全不具尚德所带来的威胁 他从一开始 就把尚德给拿捏死了 这得是多么强悍的头脑 和对事情的精准预判 才能做到如此程度啊 长舒一口气 我对着电话 就笑了秦福山 你们尚德真决定 从我们凤凰集团撤股 那就要看你了 配合得好 我尚德留你凤凰一条命 如果表现得不能让我满意 冬儿要是吃了苦 遭了罪 那我也只能釜底抽薪 将你们凤凰给拉垮 他威胁的语气里 还带着几分得意 好 你们赶紧撤股 最好明天就派人过来 咱们把退股协议给签了 至于资金 我会一分不少地还给尚德 这样我们常理 也少了一个心腹大患 说完 我当即就把电话给挂了 如果手里没钱 我肯定会被他这一手 给搞得方寸大乱 甚至会妥协 将秦东那王八蛋给放出来 可今时不同往日 我向阳背后 也是有强缘的 一夜无话 第二天是周六 我本想多睡一会儿 可和冰大早晨的 就把我拽了起来 我跟老巢可约好了 今天就去看心房 商量装修设计的事 待会儿你也去 咱们一起商量 我睡得迷迷糊糊 本想开口拒绝 但转念一想 家是两个人的事 我要是不陪他 这女人估计又该生气了 而且和冰喜欢让我陪着 恨不得时时刻刻 都与我腻在一起 于是我起了个大早 然后又跟老巢 还有两个年轻设计师 在食堂里先吃了早饭 接着我们开车 去了世纪之城的新房 老巢戴着鸭舌帽 挺羡慕我的 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大的房子 他还说自己什么时候 能拥有一套啊 其实他现在住的房子也不错 是亭安的地产公司开发的 老婆孩子都在金川 小日子过的 很不错 和冰是最积极的一个 他先是拉着老巢到处参观 然后又说一些自己的想法 有一部分是天马行空 把老巢难为得直歪嘴 我就小声跟他说 尽量满足老板娘的要求吧 我都不敢得罪他 再说了 他有钱 小富婆一个你只要让他满意了 回头可以宰他一笔 这钱算你们自己的 不用入公司的账 老巢下得赶紧摆手说 向总 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老板娘的钱 我们哪敢宰 这不是砸自己饭碗吗 我给他递着烟 就一个劲地笑 其实我说的是真话 和冰花钱很大方 只要让他满意 钱绝不是问题 但老巢要不敢拿这钱 我就不能说什么了 谁让他自己没胆量 厨房要开放式的 这面地墙全部通开 要跟餐厅连在一起 还要弄一个小吧台 家里来了朋友 也有地方坐着聊天 我还要做一整面墙的连体厨柜 和冰在那里滔滔不绝 他真的对这房子 无比上心 哎 你俩干嘛呢 我说的话 你们听见没有 要是有什么意见 可以提出来 家是两个人的 向阳 你也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哪敢提 进门的时候我还说 不行书房就弄套红木的家具装饰 结果还被他骂了一通 愣说我土 老气 那谁还敢提意见 反正那天 老巢是被折磨得不轻 因为你不能跟女人讲道理 尤其他还是老板娘 更何况 和冰不太懂装修这一块 总提些稀奇古怪的想法 快到中午的时候 是和冰的手机响了 他口干舌燥地喝了口水 这才接起来说 尚总啊 什么 您人已经到许城了 好好 您稍等 这样 我安排饭局 咱们待会儿见 和冰挂掉电话后 就朝我走过来说 尚德总部的尚总 来许城说 要见咱们 你看这事 不用想都知道 这肯定是秦福山 派过来探我底的 如果我手里 真有雄厚的资金 能够抵御住尚德撤资的风险 他就不敢从我们凤凰集团撤资 见吧 约好地点了吗 我立刻问 就在河对岸 还是那个瑜伽乐饭店 和冰一边说 一边给对方发了地址 我点点头 又想了一下问 这个尚总 属于哪一派的 和冰说 自然是我老师那派 而且是目前 上戏 最有权势的人 我当即一笑道 这个秦福山 做事还挺缜密的 他派尚总过来 还真是最合适不过 和冰点头说 如果咱们手里 没有充足的资金 秦福山就会继续施压 如果有资金 尚总则会利用和 我的关系 给咱们打感情牌 将尚德的损失 降到最低 毕竟说破大天 人家也是一个公司的 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和冰跟我想的一样 这回尚德是真的着急了 连上戏的人都出面灭火 可想而知 这回秦冬闯了多大的祸 我先让老巢他们 在这里继续忙着 然后便带着和冰 直接下了楼 我开着车 走到许城大桥旁的银行 先打了份资料 然后便带着资料 直接去了饭店 我们是先到的 而上戏跟和冰 又有着很不错的交情 所以我们点了一大桌子的特色菜 万不能怠慢了客人 上总是个女人 五十出头的模样 看上去很和善 个子不算高 但很知性 随他而来的还有个男人 四十出头 一直拉着脸 看到和冰的时候 眼神特别不善 和冰赶紧起身 过去跟他们打了招呼 上总 秦总监 真没想到 你们两大公司元老 竟然能亲自来我们许城 上总倒是好说话 一直拉着和冰的手 很慈祥地嘘寒问暖 可那秦总监 却猛地坐在我对面 眼睛盯着我道 你就是向阳吧 我不跟你废话 赶紧把我侄子放了 否则 我待会儿就去你们场 撤出上德所有的股份投资 对方一见面 说话就这么冲 而且一点礼貌都没有 带着对我浓浓的威胁和鄙视 讲真的 我不想搭理他 你在上德再厉害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掏出烟 坐在餐厅的露天阳台上 眯眼看着远处 许城河的大好风光 见我完全无视 对方竟然毫无教养 一掌拍在桌子上 狠狠地咬牙道 小杂碎 我跟你说话呢 你要是敢制造 有损上德集团名誉的负面新闻 要是还不把秦东放了 我就抽干你公司的血 让你这个香巴佬 再回农村种地 他这话说得倒也对 我们公司才刚刚开始发展 所以资金就是血液 如果没有资金 那几乎连一个月都扛不下来 可我依然不想搭理他 因为他的这个威胁 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小杂碎 你到底听见了没有 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我们上德 可不是灰海之流 得罪了我们 老子动动手 就能按死你这个小野种 那你倒是按呀 还在这里费什么话 我向阳这辈子 听得最多的就是狠话 没本事的人 才扯着嗓门打嘴炮 有本事的人 都是人狠话不多 想撤股是吗 去 现在就去我公司等着 我吃完饭 就给你办手续 我坐直身子 拿眼睛盯着他说 你特妈真以为我不敢是吗 他一拳又砸在了桌上 我特妈就谅你也不敢 说完 我把银行的资料 狠狠拍在了桌上 这是我银行账户的信息 上面存了多少钱 写得清清楚楚 嘴给我放干净点 你骂我 羞辱我 我不打理你 那是因为我有素质 但你要是给脸不要 我让你寄救不出秦东 还得被我从公司给挤出去 秦家人一个比一个狂 当然 我也可以理解 秦家在上德内部刚刚得势 人的手里若是突然有了权力 那肯定会忘乎所以 尤其对我这样没有背景 没有实力的人 更是毫无尊敬可言 再加上现在 秦家人在上德的主位上 屁股还没做热 我就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了 他们 能不着急吗 新闻一发 秦东一盼 上德的股市就崩了 而眼前这个秦总监 见我说话如此硬气 他张了张嘴 竟不知该怎么缓口了 接着他把目光 缓缓转移到桌前的资料上 我直接把资料推给他说 擦亮你的眼睛看看 想抽高我凤凰集团的血 你得有那个本事才行 他皱着眉 黑白相间的短发 一颤一颤的 他把我银行资料拿过去 仔细扫了两眼后 整个人猛地一哆嗦 牙齿打着颤说 这不可能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资金 这说不通 就凭你的人脉关系 你根本就拉不到这么多钱 可不可能 我现在手里都有钱 你们要撤股 我举双手欢迎 反正你们上得的人 老在我公司里脚合 我还嫌碍眼呢 顿了顿 我继续又催促道 你们最好说话算话 下午咱们就回公司 办理股权回购手续 眼前的这个秦总监 自看到我的账户信息后 整个人就熄火了 还威胁我撤股 他们舍得吗 傻子都知道 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潜力 有多大 他们秦家想撤股 那也得整个上得同意才行 但我若是想让他们撤股 上得还真是一点招都没有 因为之前的合作协议里 有明确的规定 公司与投资方 若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双方都有权解除合作 秦东都把我老婆和兵那样了 这个矛盾大不大 还能不能调和 他们在凤凰集团的去留 是不是应该我说的算 因为激烈争吵 而一直没插上话的上总 这时赶紧理着头发 朝那个秦总监弯了一眼道 老秦 咱们千里迢迢过来 是给公司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加深矛盾的 你要是再这么张狂 那这个情 我就不出面球了 等回到公司 您自己跟董事长交代吧 秦总监用力抖了两下眉头 随即微微低头说 何兵是你们上戏的 此事也因他而起 你谈吧 我不说话就是了 我则摇头说 我想让你滚 刚才一见面 这个秦总监就脏话连篇 几乎指着我彼此间骂 上总 想谈可以 吃饭我跟何兵也奉陪 但饭桌上 我不想看到秦家的狗东西 小狗过来恶心我 现在老狗又来 没完了是吗 你 秦总监直接被气地站了起来还不赶紧回酒店 真想把事情谈崩 上总虽然嘴上带着笑 眼睛却狠狠咧了对方一眼 上截 你最好能把这事谈明白 说完 秦总监一甩袖子 直接朝着饭店外走去 片刻过后 我把服务员叫过来说 阳台这边的餐位 我包场了 每桌 我额外加二百 你去把门关好 我们这边谈大事 谁也不准进来 饭店中午的时候 本来人就不多 整个阳台上 也就我们这桌坐着人 那服务员见我送钱 又怎能不开心 他出去后把门关好 我这才把心放下来 又抬头看向和冰道 冰儿 上总是咱自己人 绝对的自己人 咱们有什么话 可以跟上一场开了谈 和冰朝我点了下头 面色无比认真道 既然是这样 我也就没什么好保留的了 我说 尚仪 秦东的事 我们不会撤案 尚德的负面新闻 我们也不会出面澄清 听到这话 尚总面露难色道 小向总 我理解你的心情 那个秦东对冰儿这样 是个男人都会跟你一样做 但我还是想说一句 尚德不是秦家自己的公司 我们上戏的人 可占了近一半 尚德要是遭受打击 我们也会跟着蒙受损失 这时和冰一笑说 尚仪 向阳这是想帮您 帮我 怎么帮 他疑惑地问 他想把您 亲手送到尚德董事长的位置上 和冰继续解释道 不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凭你们俩 孩子们 尚德董事长选举 五年才轮换一次 这可不是你们想怎样 就能怎样的 他摸着和冰的手 有些无奈道 我则把烟掐灭 然后把自己的计划 跟他完完整整说了一遍 最后 我补充道 尚仪 如果我们这么做了 那秦福山的董事长大卫 还能做下去吗 听完我的话 尚总都猛了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们 经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尤其这个计划 一旦实施成功 那秦家在尚德 可就彻底完了 秦福山极有可能 会被驱逐出公司 这个计划 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 他颤着薄薄的嘴唇问 不是 我背后也有高人 只要您愿意 让尚德蒙受这次损失 那么将来 尚德就会牢牢地 被你们上系所掌控 而我们凤凰集团 更会与你们加强合作 我面色认真的回到 如此大的事情 尚总开始定夺不下来 因为他也需要思考 需要知道我们计划的一些细节 于是我们边吃边聊 等快吃完的时候 他才回我说 尚总 你那个哥哥 真的能把控全局 我点点头说 他会比您想象的还要强大 所以请您放心好了 您信不过我 还信不过何冰吗 尚总拧着眉 再次思虑良久 才用力点头说 好 这对你们来说是机会 对我尚节来说 更是铲除秦家一戏 最好的时机 那咱们就理应外合 将这个计划执行下去 有您相助 咱们想不赢斗难 我今天告诉您这些 也是想让您 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我说 好 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他点头应允 随后又沉默片刻说 只是我这回 怎么会去交差啊 秦福山给我安排的任务 是说服凤凰集团 把尚德的负面新闻给压下去 我摇头一笑说 尚总 刚才我的银行资料 那个秦总监已经看过了 他们现在最怕的 是我要将尚德 给踢出凤凰集团 所以为了方便您交差 我就暂时保留 尚德在凤凰集团的股份 有了这个大工 您回去还不好交代吗 要知道那个秦总监 他屁都没谈成 他回去才尴尬 行 你这个条件也不错 总之我回总部 在董事会上 能有个交代就行了 话题聊到这儿 我们彼此就分开了 甚至连公司都不用去 这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 对敌人主动出击的感觉 所有的优势 都在我手里攥着 简直不 要太得意 我甚至都觉得 一切都跟做梦一样 我向阳有一天 也能压着对手打 而且还是尚德 当然 我还没有得意到 忘了自己姓什么 之所以能建立这么大的优势 我是靠了那个哥哥的力量 如果没有他 我依然会被秦家 欺负得跟条狗一样 当天下午 我与何彬刚回公司不久 尚德的新闻就开始爆炸了 那几乎席卷了整个网络 还有我所能看到的各大报纸 秦东也认罪了 我看到许成才报上 还刊登了秦东 在看守所的照片 一 上市公司 最怕的就是负面新闻 因为它就宛如蝴蝶效应一样 将会瞬间波及股市的走向 先不说秦东干的烂事 就说尚德集团 想要以示压人 吞并自己的投资公司这件事 就足以掀起惊涛骇浪 出了这样的事 往后还有哪家公司 敢接尚德的投资 如果无法进行投资 那尚德还有什么业务可言 一个投资集团 如果连资金都投不出去 那它未来还有什么发展 未来若是没有业务 那股市里的股民 谁还敢持有上德的股票 当天还没见出来什么 可到了第二天 整个上德集团的股市 开始疯狂下跌 何冰用了一个词 形容得相当准确 断崖式下跌 何冰本来就是金融专业出身 所以他懂一些股市的知识 那天我俩在公司待了一天 就那么盯着上德的股市曲线图 开盘才三个小时 上德直接跌停 股民疯狂抛售股票 几乎一片哀红遍野 我给何冰拿了罐饮料 反正我也不是太懂 就忙问他说 又往下跌了吗 何冰抿嘴笑说 今天已经跌停了 要是再跌的话 就得等明天了 还有下跌的空间 我好奇地问 这才刚开始 你哥和方志也是够狠的 这才仅仅一天 上德市值蒸发了十几亿 我低个天爷 十几亿是什么概念 难怪那么多公司 挤破了脑袋都想上市 原来在股市里融资 竟然这么容易呀 这钱真的就是数字 说有就有 说没就没 有些人一夜暴富 而有些人 兴许倾家荡产 而那些股市里的散户 可能到死都不明白 自己手里的钱 是怎么被蒸发掉的 那几天里 秦福山是真的坐不住了 他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 因为只要我站出来 替他们上德做个澄清 哪怕把吞并我们公司的企图 全推到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身上 然后我们两家握手言和 都能减缓甚至阻止 上德股市的下跌 而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开始花钱买通媒体 把国往秦东身上甩 可这招不灵啊 只要我们凤凰集团 不站出来帮他们 那股民就不会相信 那些被他们投资的公司 更不会相信 大家都不是傻子 不能因为你上德 单方面说什么 事实就是什么 秦东山的电话 我一个都没接 而他们的股市 跌得一天比一天狠 周二那天 开盘不到两小时 就直接跌停了 我除了忙活公司的工作外 只要一有空 我就往和冰办公室里跑 怎么样 都跌成这样了 我哥跟方志 还没接盘吗 和冰坐在办公桌前 翘着二郎腿 给了我个大白眼说 尚德 自己都还没出手呢 这说明还没到极限 至于你哥那人 他绝对是股市高手 太能沉得住气了 只要尚德不动手 他绝不会先出手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是股市风险 什么是正经玩资本的人 这完全就像一场好赌 赌赢了 前几辈子都花不完 要是赌输了 那真是能当场 跳楼第四天的时候 股市刚一开盘 尚德的股价 依然还在下跌 只不过才跌了不到十分钟 那速度明显开始放缓了 和冰喝着豆浆 嚼着包子 坐在沙发上 指着电脑道 应该是尚德出手就是了 我估计你哥 应该马上也要动手 这一回啊 你哥真是要赚翻了 我的天爷 这些钱 他该怎么花啊 我是后来才知道 我那个哥哥手下 竟然有二十多个庄家 他要做垮一家上市公司 就跟喝凉水那么简单 而秦家 到死都没弄明白 他们的对手有多么可怕 被我搁钉上的人 真的会头皮发麻 那天我跟何冰 坐在沙发上聊了不大一会儿 尚德集团的股票价格 就止住了下跌的趋势 而随后 竟然开始疯狂地拉升 那数字甚至快得惊人 我不太懂股市 但从电脑屏幕上的数字变化 以及股市曲线图的走向 我就能感受到 有一大批资本 宛如惊涛骇浪般 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股市 那感觉就像是在抢 在疯狂地抄底尚德的股票 何冰也被惊得坐直了身子 他眼眸深邃地盯着电脑说 动手了 我的天 向阳 你那哥哥 到底是什么任务 他怎么能有这么多钱 能把尚德的股票价格直线拉升 这投入的资金数量 绝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我挠了挠头说 你怎么知道是我哥干的 兴许是尚德自己做的呢 如今尚德的股票跌得这么惨 他们内部肯定会心急如焚地开始救市 但何冰却摇头说 不会 之前咱们见到的尚仪 他就是尚德集团的首席金融顾问 这次股市大跌 秦福山肯定要仰仗他 让他来亲自操盘 而尚仪做事向来求稳 主张循序渐进 所以 凭他的性格来推断 尚仪绝不会 干出这么疯狂的事 这不重要 我哥也好 尚仪也罢 只要将尚德的股价 再给拉胜回来 那他们俩人 都是赢家 而秦福山那个傻子 估计到死都搞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乎是一连三天 尚德的股票 一路跋升 甚至涨到了之前一半的价格 那晚睡觉前 何冰把电脑收起来 侧身一边关灯一边说 今天下午 尚德股票的涨势 明显放缓了许多 我猜测是你哥哥和方志 已经停止买入了 目前只有尚德自己 还在掏钱就是 我把枕头放下来 借着窗外的月光 看着躺在我身边 何冰俏丽白皙的脸颊说 哎 你说我哥这一把 到底能捞多少钱啊 他看着我 撇了撇嘴 然后他缓缓地 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数字 当听到这笔庞大收入的时候 我被惊得汗毛都立起来了 既然赚钱这么容易 那咱还开什么厂子 干什么活啊 冰儿 反正你也懂这个 咱们也炒股不行吗 只要赚上这一把 真的几辈子都花不完 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我情绪激动道 这股市来钱 真的太快了 看看我那哥哥 再看看我自己 天天泡在厂子里 闷着投稿研发 做产品 装机器 最后一年的营收 连人家零头都赶不上 我觉得挺不公平的和冰 却抬起温热的小手 捏了捏我的脸说 你光看你哥赚钱了 那你没看见那些赔钱的呀 这一次上得股市震荡 真不知道有多少人 瞬间倾家荡产 咱们要是入了股市 非但成不了你哥哥那样的人 相反的 极有可能会被哥的一毛不剩 一边说 他又捏了捏我鼻子倒 别瞎想了 赶紧睡觉吧 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 咱们走好自己的路就行了 反正我现在很满足 有你有新房子 有公司 我才不做那发财梦呢 但后来这个发财梦 我做了 而且还狠狠地豪赌了一把 时间转眼 已经抵近了三月中旬 那时节 天气变得暖和了起来 整个许城春回大地 万物繁茂 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沙发摆在这儿 小心一点冰箱 老巢 我定制的那两套卫浴 还没送过来吗 那天在新房子里 和冰可忙坏了 虽然忙 但他思路很清晰 家里该摆哪些家具 房间里还缺什么 他几乎如数家珍 一样不落地都记着 我们的房子装修好了 漂亮 时尚 大气 全是按照和冰的意思操办的 我还给他买了一架钢琴 就放在书房靠窗的位置 和冰看到后 开心极了 他还坐上去试了试 大大的落地窗前 外面就是许诚和美丽的景色 他坐在钢琴前 穿着竖腰长裙 长发挽在脑后 十分有艺术气质 我们在新家里忙活了大半天 到了中午吃过饭 才朝公司的方向走 那时我就想啊 如果自己肩头 没有那么多责任 没有那些觊予我的敌人 该有多好啊 我现在有了青梅竹马的河滨 有了好车 好房子 还有一份稳定的事业 这是我曾经 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如今竟然都成真了 可是人啊 拥有的越多 事情就越多 麻烦也处理不完 想如曾经 那个穷小子一般 跟江雪一起跑大车 那么潇洒地活着 已然是不可能了 我们的车刚开到半路 和冰的电话就响了 他坐在副驾驶上 理着耳后的头发 将电话接起来聊了一会 随后才挂掉电话 看向了我 上一打来的 秦福山死活要见你 和冰收起电话道 这老家伙 怎么现在才来见我 其实我早就知道 他会来找我的 只是没想到 他会拖这么久之前上得的股市 虽然被稳定住了 但他们的股票价格 一直回不到曾经的高位 而且时常还伴有下跌的趋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还是之前 秦东的那起事件 以及上得要吞并我们公司的丑闻 这个事儿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至少在一年之内 上得的股市 不会有太大的起色 和冰靠在椅背上说 前些日子秦福山 终究是拉不下那个脸 找你一个后背赔礼道歉 可现在不一样 三月中旬 凤凰集团的第一批大型生产线设备 就要完成交付了 这比买卖在机械领域 影响可不小 我点头一笑说 这个时候找我缓和关系 同时借助咱们公司的声誉 来拉升上得的形象 以此重振股民信心 我理解得不错吧 没错 他再不露脸 估计上得的董事会 就该拿他开刀了 他儿子与咱们的恩怨 还得他秦福山出面来调解 和冰交叉着胳膊 很认真的说 那行 既然人家千里迢迢过来道歉 要是在拒之门外 就显得咱不地道了 见见吧 我倒是想看看 这个孔雀组织的爪牙 到底长得什么样 说完 我便加快了车速 就行 我倒是赢了 你